近期,以色列是公然支持台独了,由于中方强烈谴责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展开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尤其是以色列大规模轰炸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动,以色列当局可以说是震怒异常,就在近日,以色列当局派出了一批官员直接来到了台湾省,以行动公然支持台独。 以色列官员的言论还是那些老一套的言论,说今日以色列,明日台湾省,还把中方同伊朗直接类比,真的是和台湾当局是同气相连,臭味相同,以史未尽,可以知心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以色列此举,等于把我国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所谓的入侵,企图把台湾问题直接给国际化,以色列这一做法等于混淆了概念,挽起了双标。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正当地建国权益,疯狂地打压,甚至是杀戮,但对中方统一台湾的行动却是横加指责,以色列的做法可以说,是把双标玩到了极致也。 但是,不管以色列和美国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去疯狂地支持台独,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况且,解放军的实力是远远超过以色列的,不说别的,现在的台军实力远不如以军,而赖清德这边还没有开战。 大概率就得命丧皇权了,如果赖清德疯狂地在台独道路上去作死,那赖清德也就得真的下地狱了,台军一向把自己比喻为所谓的强大军队,但台军实力到底能强大到哪里去呢? 不说别的,以色列人口900多万人,算得上是真正的军事强国。 以色列的兵役期为三年,男性三年,女性两年,男性服役完现役后,还要服预备役,一直到60岁。 如果到了战争时期,以色列能直接动员100万人的强大军队,奔赴前线参战,而台军的兵役期有多少? 四个月,刚刚改为一年,台军的预备役体制怎么样? 一样,台军预备役体制分为三级,第一级为11个预备役步兵旅,和一个海军陆战旅组成的12个甲级预备役部队,第二级为军队院校和训练指挥部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包括各个军兵种技术化的预备役部队,比如台军某预备役炮兵旅,某陆军航空预备役旅就在第二级预备役部队内,第三级预备役部队是台军在各个视线设立的守备旅级部队,一般有几千人 平行武器和解放军打向战,看起来,台军的预备役部队战事动员能达到300万人,但是,台军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是非常吐渣的,台军现役部队兵役期也就一年时间,预备役部队每年的训练时间也就15天时间,这么短的训练时间,台军预备役拉上战场也就是炮灰而已,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解放军的情报获取和对敌军的侦察监控能力是远远超过伊朗的,14颗高清系列卫星 负责对台军,美军的目标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台军高层,包括赖清德本人的动态都在解放军的掌握之内,所以,解放军东南沿海部署了1000多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说,其性质已经是相当明显的了 赖清德真的敢挑战大陆,按照大陆目前的实力还没有开战,赖清德就已经是命丧皇权了,俄乌战争,俄军为何打得如此艰难? 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军没有把泽林斯基给斩首了,而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解放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台军的抵抗,这就要求解放军必须做到全面消灭台独势力的高层,瓦解台军的抵抗意志,进而摧毁台湾省的战争潜力。 日前,数百架无人机和大量的导弹从伊朗境内射向了以色列,顺势之间,以色列的多个城市都拉响了防空警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大多数的以色列民众都被迫躲入了地下掩体当中。 在观察了伊朗的军事打击动作之后,有分析人士表示,伊朗这回对以色列下了狠手,但依旧留有余地,否则,以伊朗的实力,他们仅需三百秒就可以斩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看到伊朗做出的这些动作之后,有台湾岛内的评论人士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退役将领张延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两岸爆发武装冲突,赖金德恐怕活不过180秒,伊朗打击以色列,4月14日,数百架伊朗的无人机和大量的导弹朝着以色列的领土飞了过去。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国家在沿途帮以色列拦截了很多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但仍有大量的导弹落在了以色列的领土上,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上空, 人们可以用肉眼看到从夜空中划过的无人机以及导弹。 尽管以色列方面声称,他们已经拦截了超过99%的伊朗无人机和导弹,伊朗的这次袭击行动只在以色列境内造成了一名十岁男孩受伤的结果, 但以色列政府机关依然在袭击发生之后向社会发布通告称,目前以色列需要民众大量的捐献血液和造血干细胞, 这让很多人对以色列方面所谓的99%的拦截率产生了怀疑,伊朗的这次袭击也让很多人产生了担忧的情绪, 因为伊朗在这次袭击活动中所展现出的军事打击能力足以令大多数人胆寒, 甚至还有军事评论人士明确指出,以伊朗当前的实力来看, 这一次伊朗并没有选择采取这样的手段。 以色列放弃反击,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 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会在未来对伊朗发动反击, 但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给以色列内坦尼亚胡打去了电话, 要求以色列政府务必保持克制。 随后,以色列官方也明确表示, 由于美国对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的劝阻, 以色列官方决定暂时不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作出反击。 4月17日,伊朗在其国内举行了建军节阅兵仪式, 伊朗总统莱西在阅兵仪式上言语铿锵地表示, 如果未来以色列对伊朗的领土进行了哪怕一次小的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将给予以色列严厉的回应, 有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拥有对以色列发动打击的能力, 也拥有向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能力, 这让以色列方面颇为忌惮。 而且,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行动似乎吓坏了台湾岛内的不少媒体人士, 他们纷纷以此为依据, 对未来两岸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各种情况做出了推演。 岛内人士的分析, 据台湾岛内媒体人士的分析, 伊朗在这一次对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当中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而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显然要比伊朗强得多, 伊朗的卫星定位技术和导弹技术都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 但他们的导弹已经表现出了精准打击的能力, 这也让很多人对于未来海峡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感到更加担忧。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退役将领张延婷在做客某档正问节目时就公开表态称, 如果未来海峡两岸真的爆发了军事冲突, 大陆真的对赖清德和肖美琴这些台独首要分子发动了斩首、 行动赖清德他们绝对活不过180秒。 比如,当前解放军火箭军部队装备的东风27系列导弹就能够顺利完成斩首赖清德的这个目标, 张延婷的预测获得了在场嘉宾的认可。 从这次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当中, 人们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之处。 不过,海峡两岸究竟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这个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 还是需要台湾地区的民众自己去展开作答。 而他们给出的答案也将会决定大陆后续对台湾地区的种种态度。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